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新装大学眼科麦佩怡医师 以目前来讲 儿童近视的控制方式主要有三大类 包含了长效散瞳剂 角膜塑形片 以及学童近视专用日抛 至于学童近视专用日抛的部分 由于是这几年才产生出来的新产品 可能很多人对它还不是非常的熟悉 它是一个软式的隐形眼镜 可以分成中央的矫正区 还有周边的控制区 我们在控制区的部分 设计上了离胶的效果 来达到近视控制的目的 它的使用方式 是请小朋友在白天的时候 佩戴10到12个小时 一星期需要戴到6天左右 由于它是软式的隐形眼镜 相对的异物感是比较低的 晚上回家取下之后 它也不需要再做清洗 可以直接做丢弃 这个部分也是相当方便使用的 我们家的姐姐 她在小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有这个近视的状况 那一开始 我们是先选择长效的散瞳剂来做治疗 但是当这个浓度不断的更换往上增加 但是它的近视的度数 还是一样增加的速度很快速 那也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开始跟我们家的姐姐做一个讨论 是不是有需要去更换这个近视控制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当时跟她提及的呢 是包含了这个角膜塑形片的部分 还有学童近视专用日抛的部分 那在听过我的解说之后呢 小朋友呢 他是对于这个角膜塑形片的部分 蛮排斥的 那主要的理由是觉得 他希望睡觉的时候是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 他不希望眼睛上面有任何的镜片 有卡在那边的感觉 会影响他的睡眠 那另外呢 因为睡姿也不是非常的好 常常翻来翻去 所以呢 也会担心这个定位不佳 而影响了这个治疗的效果 所以最后我们的讨论结果呢 我们是选择学童近视专用日抛来做这个近视的控制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用了这个方式 治疗近视超过了一年的时间 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二年的疗程 那以度数控制来讲的话呢 相对于一开始带的时候的度数 到现在为止呢 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控制效果 目前来说是非常满意的 那姐姐 你一开始带日抛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你花了多久才觉得比较适应它呢 我一开始会觉得眼睛有一个东西卡在下面 但是呢 可能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就会感觉比较轻松一些 你会提醒自己不要揉眼睛吗 我会 因为我怕隐形眼睛会掉出来 那妈妈问你啊 就我们之前有时候出去玩会去好几天 你觉得戴这个日抛的隐形眼镜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我有觉得它比较方便 因为 拍照的时候就不会眼睛黏成一条线 就可以放松都打开 我觉得戴的时候拍照时就会比较好看 我觉得上课的时候就是会比戴眼镜来的看得更清楚 然后不用一直浮镜框 运动的时候不用担心眼镜会飞出去 就是可以放心的玩 首先要让孩子到眼科诊所先进行评估 确认视力即可以佩戴学童近视专用日抛后 诊所的眼光师会教学如何佩戴 第一 在佩戴隐形眼镜前 彻底清洗双手 并且一定要完全擦干 如果手湿湿的 镜片容易黏在手指上 第二 在打开铝箔后 以指腹沿着弧度取出镜片 避免使用指甲取出镜片 因为这样会容易刮伤镜片 第三 确认镜片的形状是否是碗状向内的弯曲 第四 两手中指 轻压上下眼皮靠近睫毛处 将眼皮撑开 第五 眼睛保持往前看 将镜片轻轻覆盖在黑眼珠上 之后转动 或轻闭眼睛 让镜片自然定位就可以了 由于现在的小朋友 接触3C的时间都比较早 我们会建议大约3岁的时候 如果小朋友会比视力表 就应该及早带到眼科诊所 来做一个基本的视力检查 再往后的追踪部分 如果发现了近视出现 也应该要与医师好好的讨论 哪一种近视控制的方式 比较适合您的孩子 那在控制当中呢 也务必要定期的回眼科诊所去做追踪 这样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p